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告诉你一件事好吗 很多人都不会画这个东西 手 因为手上有很多的小关节 而且可以做出很多的姿势 觉得很难是不是 其实并不困难 我有一个好方法 不要直接的去画手 而是先画这个东西 香肠 我的思维很正常 没有乱说话 这真是一个画手的好方法 首先把手想象成一盘香肠 你看这是个盘子 每一指节就像一根香肠 要怎么画呢 首先我们先拿过一张纸来 我们来看看这盘香肠是什么样子 对 先画一个盘子 很好 这个圆形 接着画出手指 也就是香肠 这根手指大概需要三根小香肠 同样这个也是 哦 小拇指那就画三根较小的香肠 大拇指 两根香肠就可以了 但是要向上翘 看 画完拇指 用铅笔往外 描出它的轮廓 看就像这样 我们在节目中经常用到这种方法 先用铅笔画草稿 然后用画笔把边描出来 好极了 就像我这么画 过一会儿我会把铅笔的痕迹擦掉 很好 就是这样 完成之后就能画出完美的手了 你们一起来看看 这很不错对吗 接下来我要画出各种各样的手势 现在开始画吧 竖起拇指的手怎么样呢 嗯 那就把盘子 遮住一半 这是被遮住一半的盘子 那么这些小香肠呢 在盘子的上方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拇指的部分 往上指 对 这是竖起来的拇指 看 就是这个姿势 好的 我们再换一个手势来看一看 食指向前伸 怎么画呢 那么这里呢 再加两部分 对 沿着外围画出手的形状 来 我们把它画上 拇指 这是食指 好 中指 无名指 小指 最后呢 画上手掌 好 这就是向前伸的手指 我们再来画一个更加复杂的好吧 弯曲的手指 拿过一张纸来 哦 这是弯曲的手指 很复杂 首先呢 我们先要画上一个盘子 对 这个盘子是没有变化的 先画一个盘子 好极了 每根手指 每根手指 就画两个香肠来进行表示 末端的香肠呢 往里折 就这 这儿画两个 很好 这儿再来两个 很好 最后一个往里折 很好 好好极了 这儿要画成这样 拇指呢 也同样 好 这样画上去 然后沿着外围画出手的形状 很好 沿着铅笔草稿描出线条 过一会儿再把铅笔的痕迹擦掉 很好 很好 沿着形状画 小拇指不太一样 往内弯曲的手指方向是不一样的 很好 你还可以加上其他的细节 例如指甲 好极了 别忘了擦掉铅笔的痕迹 这就是弯曲的手指 试试看吧 自己来画只手 记得把手想象成一盘香茬 把盘子想象成手掌 手指想象成香茬 把香茬画在不同的位置上 例如拇指竖起 或者是食指向前伸出 还可以画上指甲 画手的时候不要直接画 一定要先画一盘香茬 创作大型艺术创想的时间到了 那边是在弗里面 盘子 看来 一切 一切 只有 一切 一切 复充 一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过来 你需要能把私人信件藏起来的地方吗 或者是藏零用钱的地方 对 你需要的是一棵秘密收藏树 对 就是这个东西 看 这里有一个能藏东西的树洞 好极了 树顶呢 还有一个能藏东西的密室 可以放进很多的私人信件等等 怎么做呢 首先你要剪下一块硬纸板 长宽要和这把尺子差不多吧 然后把保鲜膜里的硬纸轴粘在纸板的中央 记住要多用一点胶带 看我只是示范一下 所以我会做得很快 你最好把它粘得牢固一点 要多粘几条胶带 很好 就是这样 然后你需要拿一张报纸 把它对折之后 从一边开始卷起 再把中间呢 粘起来 很好 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我要在中间 粘上一条胶带 好极了 那么这一端呢 也粘上一条 很好 然后将另外一边压扁 从中间开一条缝 大约十厘米长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们分开 好 并分别用胶带粘好 就是落下一些小纸片也没有关系 这个分叉的形状是用来做树枝的 所以你不用做得非常细致 树枝的形状都是不规则的 没错吧 好极了 在这儿粘上一些胶带 然后呢 把报纸卷放在这根纸轴上 下端折起一小段 当做树根 中间折起来呢 当做树枝 然后你需要用胶带把它粘好 固定住 我快速的示范给你们看一看 对 这儿粘上一些胶带 你需要多粘一些 要多粘一些胶带 用同样的方法再做六个报纸卷 全都粘在纸轴的周围 最好呢 是多用一些胶带把它固定好 粘好树枝之后 树的基本轮廓就已经做好了 当然你还可以把小报纸卷 卷成环形 贴在树上 做成树洞 好极了 就把它贴在这里 我们需要用到胶带 把它粘好 很好 然后我在乳胶里加上适量的水 调在一起 刷在树干上 这个我以前做过很多次了 看 我还把纸巾或者卫生纸粘在上面 用它们一层层的覆盖树身 很好 做完这一步之后 我把它放在一边晾干 干了之后 就会像这个样子 它已经完全被纸巾覆盖住了 包括树根 树干 树枝 还有中间轴的一部分 看 就像这里 但不管怎么样 也不要把这个洞盖住 乳胶和纸巾已经完全干透了 现在我们可以给它上色了 你可以用棕色广告颜料 或者压克力颜料来涂 我涂上不同深浅的棕色 让树干看起来更加的真实 当然 我还在底部涂上了绿草的颜色 并且剪出树根的形状 看起来真的不错 今天就先做到这里 你自己试试看吧 你自己试试看吧 那些人 这又激发了我做大型艺术创想的灵感了 快来看看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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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很高兴又与你们见面了 我正在做树顶上的小阁楼 做好以后 你可以把你的东西放到里面 看看我是怎么做 我把手表放到了里面 我甚至还做了一个小密室 你可以把信件之类的私人物品藏在这里 很好 它可以用来藏些零用钱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做到哪里了 很漂亮不是吗 对 我给树干涂上了颜色 很好 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了 首先要把保鲜膜的硬纸轴粘在纸板上 把小张报纸卷成报纸卷 粘上胶带固定 在其中一端 剪一条十厘米长的开口 并把分成两叉的报纸卷分别用胶带粘好 然后把报纸卷粘在纸轴的四周 底端折起一小段当作树根 中间折起一半当作树枝 用同样的方法做六个 并且全部粘在纸轴上 用乳胶把纸巾和纸轴 报纸全都覆盖好 干了之后涂上颜色 颜色要有深有浅 底部涂成绿色 并剪出树根的形状 想在树上做一个小阁楼 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小盒子 空饼干盒或者糖果盒都可以 事实上 这个小盒子就非常非常的合适 好的 我们从上面剪下一端 剪下一个大约九厘米长的部分 但剪下的部分 一定要比实际需要的尺寸长一些 当然也不需要特别的长 否则就装不到树上了 我过一会儿向你们解释 现在我把它四个边都开一个小口 刚刚剪下的部分要长一些 像这样往后折 很好 把其中的两个剪掉 看这边 还有这边 这样阁楼的门就做好了 现在我开始用棕色的广告颜料 或者压克力颜料 为小阁楼上色了 里面和外面都涂上颜色 可以先用黑笔描出一些轮廓 要画上树木的纹路 哦 这非常的容易 就像这样 来回的画上一些线条 再画上几条直线 做成木板的效果 按照这个方式 就可以画出阁楼了 哦 效果很好 不是吗 看看我做好的作品 我甚至用银笔画了钉子 接着我们要把它放在树木上 对就放在树枝之间 用粘性很强的胶水把它粘好 我用的是乳胶 你一定要涂上足够多的乳胶 避免它摇摇晃晃 一定要把它紧密的固定住 看就像这样 在它晾干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来做树叶了 对就像这样 轻轻的把绿色的纸揉成纸团 这种绿色的皱纹 纸是最适合的材料了 做树叶 会用掉很多的皱纹纸 所以你要多找一些这种纸 像绿色的包装纸 有的纸巾也是绿色的 它们还可以是深浅不同的绿色 重点是用粘性很强的胶水 把它们固定在树枝上 对了 千万不要让它们掉下来 看 我先涂上一些胶水 小心地把它们放好 然后像这样压一下 覆盖住树枝 让这些树叶各个重叠起来 如果粘好的树中 粘上了胶水 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你得小心地把树叶压上去 好极了 先把树叶放在树枝上 紧紧地粘好 你们看啊 它们围着中央的阁楼 但你会注意到 我没有在阁楼的门 也就是这个位置 挡任何的东西 从外面你看得到阁楼 对吗 你可以把东西放到里面 例如你的零用钱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东西 然后你可以把门关上 我没有把门贴上 因为这里是可以藏东西的 像是信件 或者是零用钱之类的 没错吧 我可没有把门沾死 现在我再揉一个纸团 塞到这儿 好了 完全看不到了 这就是我做的秘密树屋 其他人根本不会发现 里面藏了什么 自己试试 你也能做到 非常不错 如何让你做的卡通画 看起来更丰满 更具三维效果 试试看 来试试看 看看这些图形 现在如果我只沿着这个圆的左手边内侧 画一条线 看 马上就变得更圆了 这种方法适用于各种形状 试试这个字母 同样 如果我沿着左手边内侧画一条线 马上字母变得丰满起来 当然了 不一定必须把线条画在左侧 画在右侧也是一样的 看 这么画 更具三维效果了 你可以试试在卡通里 比如在你画脸的时候 如果你沿着卡通画左边内侧 断断续续画出一条线 脸看起来会更圆 更胖 甚至可以画这条棍子 来看 我们可以让它看起来更加的粗 在棍子左边内侧 断断续续画出一条线 也可以画在右边 再来画这只茶壶 仔细看看 在画了一条弧线以后 这只弧是怎么变得胖起来的呢 这次我把线画在了右边 画好了 办法很简单 你只要确定把线画在左边还是右边 再断断续续画条弧线就可以了 好了 让我们把这幅连环画画得更加圆 更加丰满 这是Billy和他的气球 看一看吧 让我来把气球画得更胖一些 事实上 让我们把Billy也画胖一点 在他左边身体内侧 断断续续画几条弧线 看 还有鞋 对 已经画好了 它看起来更具三维效果了 啊 我们注意好 一天Billy正在街上走着 他发现了一个广告牌写着 肌肉的较量 重额奖金 哦 疼的 这次我们要在左侧画上几条 断断续续的线 让它看起来更圆 更具三维效果 哦 好吧 我想我应该去参加比赛 Billy说 他回家去检查自己的肌肉 不幸的是 无论我们给Billy加上多少条线条 他的肌肉都不够大 啊 这只虫子身上画了几条线以后 它看起来更像跟管子 所以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了 Billy离开了 他上了自己的车 去了当地的一家体育馆 看即使我在一些看起来扁平的东西上画上几道圆弧形的线条 看起来都会略胖略圆一些 就像这样 在体育馆 Billy开始练举重 不幸的是 他根本就举不起来 因为他并不强壮 我们再给他画上几道圆线条 在这儿给他多加几斤 啊 让他看起来胖一点 他每天不停的练呀练呀 终于等到了比赛那天 他的身体出现了起伏不平的肌肉 你看 我们在他身体的左边内侧 加上几道线条 现在再来看一看 如果我在右边也画上 画在右边内侧 肌肉看起来更发达了 所以我在内侧所有的边上都画上了圆线条 波浪般的肌肉块 可不幸的是 才派让他脱下他的盔甲 你可以猜到 他的身体里塞满了气球 现在在气球上面画一些圆线条 气球显得更加的圆了 哦 就像这样 可怜的是 比利却更加瘦了 我可以在他腿上画几道圆线条 让他胖起来 裁判是完全崩溃了 最后 比利没有赢得比赛 但他却学会了 如何来画圆线条 试试吧 让你画的卡通画更丰满 更有三维效果 哦 真的很管用 在内测画一条线 会让你的罐丰满起来 我在想如果多加几条绘是怎么样的呢 也许看起来会更加丰满 也许不会 我们来看看吧 哦 真难看 这一条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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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